大家好, 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, 其实这几年由于这些社交媒体越来越厉害, 出现了很多主播或网红, 而这些网红有部份就会做这些探店, 但是现在竟然有商家说, 开始抵制探店的主播到底。 为什么呢? 我们一起看看说些什么。 原来这个探店市场是有这些主播说的说话是非常恐怖的, 如果你不付钱我的话, 我一句说话就可以令到你们这间店铺垃圾。 其实大部份人去找食物之前, 其实都会上网看, 也都会找到这些主播的影片或贴文, 就会去看他们评价。 所以探店主播这个职业就是这样来了, 但是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餐厅和饭店, 是不喜欢这些探店主播来的。 甚至乎是会趕着你走的, 到底是不是这些商家心虚呢? 就是自己做的东西不好吃就不想你过来呢? 原来是叫做有苦难言。 到底这些是探店主播还是探店乞业呢? 所谓的探店主播就是去吃这间餐厅, 它的餐饮服务呀, 或者食物呀, 环境各方面到底好不好? 就等这些客户是可以花少点钱, 了解完情况之后再去决定去不去这间餐厅消费。 本来是叫做互惠互利啦, 他可能赚到广告费呀, 又或者赚到流量呀。 消费者亦都可以看到这间店到底适不适合自己, 而一些比较好的店家, 亦都可以透过这些主播去得到曝光度, 而探店博主亦都可以靠流量变演。 但原来不知何时开始, 这些探店主播慢慢变成神憎鬼厌的探店乞业, 甚至乎它吃完东西就不买单, 不给钱, 他亦都说一句我吃饭还要付钱吗? 我不问你拿回钱就算好啦, 如果不我舍臭你呀。 这些探店主播的角度就是, 我来探店是你这间店的福气, 现在免费跟你打广告呀, 请我吃饭现在好难吗? 这个时候有部份商家就会适事宁人和觉得有些道理, 所以就免费, 但是有些商家会觉得, 我的东西做得好吃就不怕没人懂的, 我现在没有主动请你吃饭给钱是天经地义的, 所以店家和这些主播就开始慢慢有矛盾啦。 而更重要一点就是, 自媒体现在兴起啦, 人人有手机都可以叫自己做网红, 叫自己做这些探店主播, 所以这些主播越来越多, 有些店家甚至一日免费了20多个探店博主的单, 变到自己完全赚不到钱, 日不夫知呀。 如果是遇到一些有礼貌的主播都还好, 这些人是懂得提前问有没有免费, 但是有些主播首先就会点完一大台的菜, 到买单才说自己是主播要求免费, 变成这些网红探店, 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食霸王餐动作啦。 甚至乎有一些所谓网红, 他们的粉丝量, 即是三位数就是200多人都敢叫你免费, 也有不少商家叫做算啦, 息事宁人请你吃了它啦。 因为有些探店的主播是知道这家店的命门在哪里, 他只要唱衰你, 是可以令到这家店没有了一两成生意, 你都是叫做受大影响的。 其实商家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差评, 尤其是有一定粉丝基数又有影响力的主播。 其实遇到一些好的主播的话, 他们探完店之后, 就会将体验完的东西, 告诉店家, 就及时反馈给他啦。 商家亦都会做出一个改动的动作啦, 令到消费者有更好的体验。 这一个就叫做良性的商业活动。 但是有些人就叫做信口痴黄, 甚至乎是好像穿霸, 鼓滑仔那样过来收保护费, 就叫商家给钱, 如果不是就诋毁你。 和商家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。 它们可以有什么莫须有罪名呢? 譬如说这里的东西很难吃, 就说服务员不理人, 然后又可能说这间店铺很骚, 大家不要来, 装修不靓, 总之就会用各种借口去唱衰你, 而其实它们是没什么成本的。 当然啦, 这些店铺可能真的存在这些问题, 但是有不少主播, 其实它们口说的东西没什么是真话来的。 很多时是为了流量眼球, 就去害这些店家。 甚至这些主播是要挟这些商家充值, 如果不是就抹黑它。 曾经有一间店铺人流不错, 但自从没答应主播条件之后, 就被它们不断做差评, 说到一无是处。 人流量亦都比之前少了好多, 还有店家亦都会用这些机会去充值。 例如之前被人说它们的食物好难吃, 之后这些主播, 充完钱给了钱它之后, 就会说那些食物好好吃。 其实整件事都几讽刺的, 做这些探店就变成做恶霸, 狡猾仔那样, 完全是新型的狡猾仔来的。 如果你说开店, 找人做宣传, 无可口非, 但你这样做的话, 其实对商家, 对用户来说, 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。 去到最后, 可能有不少消费者, 已经是变道不能够看到真实的评价, 商家亦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。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网红店, 而网红店的寿命通常都是一年左右, 不会太长久, 因为吃完你的东西之后不会回头, 你没有一个持续性在, 不会吃完再吃。 所以很多网红店寿命那么短, 就是这个原因。 所以这些博主如果有影响力的话, 它是可以赚到盘满半满, 甚至乎要挟店家, 赚到整个袋都是钱。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店铺不喜欢被这些探店主播过去吃东西, 原因就是会打扰到正常的经营。 有些少的主播就会用手机拍摄, 但有一些粉丝基数大的主播, 有专业团队通常会有很多设备在拍摄。 整班人在拍摄, 就算你包放也好, 是会很影响着原本的客户用餐。 而且有很多人其实不想出现在镜头上, 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吃饭。 但是这一批主播是令到他们好反感的, 因为那些缸缠着它, 也有可能会拍到它。 而且如果这间铺拍得好的话, 是会引来更加之多的探店主播。 虽然短时间可能会带来很多流量, 但有机会是流失了之前的固定客源。 长远来说未必对商家是完全有利的。 而有部份的商家为了好评, 甚至见你拍片或者是拍照, 可以特意送多些菜给你。 对其他消费者其实又不公平的。 其实现在有不少商家已经发现, 大部份的探店博主带过来的收益是没想象中那么多, 甚至会影响生意。 所以就没了之前的那种热情, 有部份人可能也意识得到, 要留住客户不是靠炒作, 始终都是要食物过关才行。 而且有部份博主收了钱, 就算你给些很难吃的东西给他, 他也不会说很好吃的。 其实就会令到现在的市场产生了一个信誉危机。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就变成这堆博主, 就已经变成这些店家、饭店、铺头眼中的乞业。 刚才也提到, 竟然有人在一日可以有20个网红去叫免单, 等于全日白做的。 好了,今集先跟大家看到这里, 大家有什么想说, 下边留言。 我们下集再见,拜拜!